朋友们好,欢迎来到韭菜说,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这两天在厉害国有两件事引发大家的注意 一个是黑龙江职业学院六名黑社会一样的女生查请 那驾驶好像是黑帮电影一样,黑了大 二是那个古都西安地铁上保安将一个与同车老人发生冲突的女生 强行脱出地铁,几乎让他一丝不挂 韭菜哥当然也不会注意这件事的 但是我一般也不会轻易地消避评论 因为我的习惯就是多信息源,多渠道交叉对比 然后再表达下自己的观点 子弹飞了有几天了,韭菜哥感觉也应该发言了 先说结论吧,在我看来啊 尽管两件事发生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起因 但是都指向一个我们经常忽视的问题 授权作恶 黑龙江职业学院那个几个女生啊 是天生的坏人吗 是什么让他们表现的那样一指七十 先地铁的博案具有娘胎力带来的恶吗 都不是,是权力使他们异化啊 是某一种授权让他们感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甚至觉得自己啊,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啊 觉得自己可以行使正义的手段 维护地铁运行秩序 九泰哥记得之前看过一部小说啊 叫诽谤 那里面说呀 那个里面是根据河南一个某地 够产业聚集区 退平老百姓的卖自己的事情 被上海一个燕光师啊 曝光在天涯上之后啊 燕光师遭到跨城抓捕的真实实力 扩展开来的 其中啊,授权作恶这一块啊 那个小说里面借用某官员啊 批评某一个宣传部 副部长的口音这样说道 不管你意识到没有意识到 你这种恶劣行为都是因为得到了授权 可能你意识不到是谁授权给你的 我告诉你是体制 是体制 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金字塔结果中啊 一个人的执念往往会形成全局的恶呀 因为在这样的结果中啊 出于免责的需要不会有直接的命令 只有对上级精神的理解 这种理解就形成可以逐级复制的授权啊 而这种授权就会导致层层作恶 更要命的是啊 这是一种模糊的授权 权力的边界可以按照你对精神的理解随意界定 手段可以不受限制 这就是很多他们这样的官员 作恶而不自知恶的根源所在啊 授权作恶是厉害国我们这个社会 一个特色呀 嗯所以在去年那个全中国大规模的封城 封小区的过程中啊 某一些戴了红袖装的社会底层啊 表现出来的穷凶极恶就非常令人发指 所以啊 我们看到某地方都发生了保安打死快递员 保安围殴不带口罩的老人 防御人员砸别人的车窗等等恶劣行为 底层为什么有了一点点虚妄力 权力就会变成这样呢 底层哥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菲利普金巴多啊 做的那个斯坦福监狱的实验 那个实验告诉我们啊 只要约定 给定一个情景和决策 不用多久 不管是什么人啊 工人的好人也好 温温而言的君子也罢 就会很自然的陷进角色之中啊 那一定的环境下 不是人在扮演角色 而是角色在控制人啊 换句话说 无论是谁 在特定的情景之中啊 都会乖乖的自动的教出自己 在这其中啊 失忆者最容易教出自己啊 因为他们原本就讨厌自己啊 因为缺乏公民社会 应有的权力意识啊 和基本权力 假设资源的匮乏 和自由的缺失啊 我们这个社会的底层啊 是充满着自卑的 这种强烈的自卑啊 造成了他们狂热 急躁 暴力 不宽容 充满仇恨的特质 加上从小的仇恨教育啊 环境的压抑啊 就使得他们是 是英雄 是是恶魔呀 总之 他们从来不会是他们自己 一群不是自己的人 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呢 老实说呀 大多数时候 这群强烈的自卑啊 变得心里失衡的失忆者 一定会干出 灭绝人性的恶事 是义和团 红卫兵 纳粹冲锋队 都是这样的典型啊 对不对 像黑龙江职业学院那样的学生啊 那几个女生啊 换一个环境 他们不但不是凶声恶煞的黑社会啊 相反还是非常会来事的人啊 九太哥记得之前在公司打工的时候啊 经常告诉沟通啊 那个HR 见到学生干部就直接怕死掉 因为他们没有底线 当你面他们可以做甜狗 背后就是偷偷咬人的恶狗啊 在弱者面前就是疯狗 九太哥之所以讨厌学生干部 就是因为他们的脑子里啊 理由太多啊 全是全力的毒素啊 房地产公司啊 有太多不规范的地方了 一旦是他们抓住什么把柄啊 大家的饭碗都得丢啊 所有的公司都这样啊 不管你房地产还是什么单位 而原因啊 可能就是他聊的那个小妹啊 被他的经理批评了一顿 或者是大家发脚金 他的份儿少了 学生干部通通都有高密的习惯啊 而且他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正义 西安地铁的事啊 就在个综合各方里信息啊 以及若干一段这个视频啊 发现是一个三方都有责任的事情 在这其中啊 大理问题不是出在那个女生身上 而是出在那个所谓的老人身上 女生打电话声音大了点不假 但是谁没有遇到麻烦事的时候呢 他不再骂人家女生流氓 还先动手 并且弄回了人家的伞 女孩大学逛毙也没什么钱啊 要求他赔偿不是正当吗 而网友到来啊 部分青红皂白就强拽女生下车 女生啊露出内裤啊 要返回车销拿自己的身份证 他居然还去拉女生的内裤 他这是执法 还是这借执法趁机猥亵 流氓臭逼 其实啊 在黑龙江志愿这件事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类似的权力因素啊 几个普通的女大学生 因为有了某种检查的权利 因为自己是什么优秀学生 什么党员 他们就觉得自己 可以踩在其他的同学头上 这是什么行为 这不是他们没有平等意识 那么简单啊 这就是权力下沉的表现啊 他们得到了某种授权 才会不可一世啊 换一个场合 这些女生换了是派车所 是府警 是城管 又会怎么样呢 是啊 一样一样的 黑龙江志愿啊 那些被这些女生干部 欺负了普通学生啊 他们又跟西安地铁上 那个被人拔的一丝 几乎一丝不坏的女生 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都知道权力的可怕啊 但往往忽视了 得到授权力底层的可怕 这里啊 九塞哥又不得不提到 昨天前几天吧 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啊 一个至少八十多岁的 麦塞的老阿婆啊 被人打得头破血流啊 因为那个视频 没说具体哪个城市 也没说什么时间 咱也不敢乱评论啊 但是啊 凭常识啊 九塞哥感觉啊 大概率也是 得到授权的城管来作恶啊 弗洛伊德说过 人性啊 本来就是恶毒的 潜意识的欲望和攻击性啊 仅仅是被压抑了而已 有一个电影 叫做西特勒回来了 那里有语台词 人性都是一样的 德国的罪恶 不是德国人的问题 而是纳粹的问题 一个好人 在被授权和默认授权以后 也可能会作恶啊 是的 如果权力授权 个体作恶 个体作恶就不会产生罪恶感 就会充分发挥出 弗洛伊德说的 人性之恶呀 而在这种社会结果中啊 最可怜的就是 我们这些普通人啊 权力本身 对我们的压迫 就够严重了 我们还要面对着 西安地铁上 那种老红卫兵 以及学生会干部 地铁保安 这种被授予了某种权力的底层的夹攻 我们总能有一天 不授予起舞 那真是太幸运了 所以啊 我在昨天的朋友圈啊 这样说过 越来越多的证据出来了 西安地铁事件 是一个对世界认知颠倒 以老卖老的老红卫兵 和一个没有执法权 却被赋予了某种执法权力的 具有典型平庸之恶的底层 对一个正当 维护自己名誉和财产权的 小女生联合施暴 而那个痴心裸体的小女生啊 就是可怜的我们自己啊 是的 我们现在正被人家侮辱 而官方却在 为侮辱我们的人来撑腰 我们无处深渊 无处说理 休息了一段时间 今天终于回归了 这里是韭菜庄 我是韭菜哥 感谢朋友们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